大家好,我是Nata 大家好,我是Zelia 因為大家最近都應該跟我一樣 有乖乖地留在家裡抗疫 所以我自己最近就愛上了煮食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我Instagram 看看我平時煮食的成品 或者我會分享一些心得 有基於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 非常想去旅行 特意上網找了一些韓國食材比較少做 而又想吃的 就會說起來 這個是韓國的代表食物 炒年糕、炮菜炒飯 那些我就太沒挑戰性了 所以我就免得教大家 我自己上韓國的網站 找了一個雞蛋糕茄囊班的食譜 它的做法很簡單 而且重點是 不需要焗爐都做到 因為我們這次的食譜 是用氣炸鍋做的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來看看有什麼材料 材料方面要準備 就是雞蛋 蔥花 芝士 牛油溶液 火鍋混合粉 牛奶 砂糖 鹽 還有四個紙杯 材料是否非常簡單呢 而且我覺得這個食譜有一個優點 就是不需要任何房間 量杯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是用一個紙杯來量度 還有一些茶匙、湯匙 我想大家家裡都很容易輕鬆油 對 我覺得用杯這個發明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上網找到的食譜 它的份量是做了六個雞蛋糕 如果我們每人吃三個 應該吃完之後 一年來都不想再看到雞蛋糕 所以我擅自把食材減了一半 如果大家想做多一點的話 就跟那個比例成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最重要的是這個紙杯涼杯 沒錯 這個Hot Cake Mix 其實就是大家平時做的 煮半粉 很容易買到的 不一定要買韓國牌子 剛巧是Sinia 早兩個星期 他說我買多了一包煮半粉 不如給你吧 你比我早還沒開 我還沒開始用 大概一杯的份量就是這麼多左右 由於我實在拌不到的份量 我現在準備了貓子 史上第一個光明正當的貓子 沒問題 好 我們現在需要一有二份一個杯 然後再多半杯 然後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需要半杯牛奶 還有就需要半隻雞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預先準備了蛋漿 我們只需要倒入一半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攪拌均勻 然後我們就攪拌均勻 讓我裝模作樣幫忙 其實很快攪拌均勻 已經是攪拌均勻 可能魚半粉本身就是比較軟的 就是我不會說起到一粒粒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準備好的牛油溶液 塗在三隻杯裡面 塗牛油溶液的作用就是為了一陣子 脫毛的時候比較容易脫毛 什麼時候可以吃 然後我們就把剛才攪拌好的粉漿 每一個杯都放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它會發脹的 還有一陣子會加雞蛋 所以為了防止它寫出來 我們就不要加太多蛋漿 然後我們就每一個杯都加一隻雞蛋 然後的步驟 然後在上面每一個杯子 灑一茶匙的糖和適量的鹽 接下來的步驟 我們就要把剛才的糖和鹽攪拌均勻 但大家不要太大力地弄到底下 因為不是把整個粉團和雞蛋打均勻 而是只是把上面蛋的部分攪拌均勻 我看到有些韓國人就有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然後他們就用剪刀剪 那你就不怕太大力地弄得很難 我看到有一個韓國人的教學就是這樣做 又不會弄得太均勻 但又可以弄得均勻的鹽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因應個人喜好 你可以加芝士和蔥花 因為我自己兩樣都很喜歡吃 那我兩天都會加的 因為我上網看那個食譜的時候 他做六個的話就是160度焗15分鐘 那大概如果三個可能時間上會稍微有調整 而且因為每一個氣炸鍋的熱力都有點不同 那大家就根據自己家裡用不開氣炸鍋的溫度 做適當的調整 那我們到時再拿出來看看 看看情況如何 好耶 好耶 有得吃了 超級香 而且成品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因為它的雞蛋香和麵粉的香味 現在還有蔥香雙鳴鍾 好 現在到了試吃環節 好耶 弄一下吧 我覺得成品相比我雙鳴鍾漂亮 嗯 但為什麼這麼搞笑呢 因為很搞笑的就是 一開始我們雞蛋是放在面上的 雞蛋就不太看了 這也搞笑的 它真的有平常雞蛋那種 甜甜的雞蛋味 還有一點點鹹味的感覺 雖然因為我太久沒吃 我已經不太記得那時候吃的感覺是什麼 但是有那個香 整件事是好吃的 就算你每次沒有吃過這個街頭小吃 你就這樣試煮 因為很簡單很快 所以大家也很容易煮 而且它所有材料 其實都是一些家裡很容易找到的材料 所以真的非常適合一些不太適合下廚 或者懶人 有這個15分鐘的懶人氣炸鍋雞蛋糕 食譜就大功告成了 完全是零難度加超快速就可以做好了 非常建議家裡有氣炸鍋的大家去試煮 就是我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都做了雞蛋糕的話 不妨Instagram說 我知道啊 我也很想看看大家的成品 又或者如果大家有什麼食物 是想我教大家做的話 就不妨在下面留言 說我知道啊 我會去找一些最簡易的食譜教大家的 好啊 最後記得要subscribe我們兩個youtube channel 還有instagram和facebook page 如果你都喜歡這次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thumbs up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 如果大家也喜歡我們這次的分享 就記得給我thumbs up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instagram和facebook pag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 啊 byebye bye